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射爆香港》的节目主持 善重佳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今天是直播的 即是现场直播 大家可能有兴趣听听我们今天热爆的题目 今天我们的题目请来一位资讯科技界的人士 Charles Mock 莫乃光先生 为何邀请他来呢 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讲葛辉事件 最近全城都很热烘烘关于葛辉 今天看到报纸 今天有班IT界 昨日报纸看到 昨日有班IT界呼吁 IT界呼吁上街七一游行 徹查葛辉 我想先问一下Charles 葛辉牵涉什么事件 简单的 他说是网上学习 支援计划 也有几个投标者 先问一下你 你有没有参与投标 最后就选择了两间 五间都没有参与 申报完之后 我不知是否应该这样重复 我又说一点 其实早在2009年的时候 曾荫权特首在施政报告里面 提述到这个计划 去到2010年的时候 财政司司长就好像宣布了这个计划 然后就有个小组去伸展做投标 可不可以由曾荫权特首的故事开始讲解 为何有这个诉求 有没有这个东西 上网大家都想 用什么支援 这个诉求最初不是用这个方法去处理的 原本再早一点的时间 甚至你说08、09再前的时间 其实很多社福界的朋友 就已经是争取 因为为什么呢 现在的教育 做教育 就是中小学等等 去上学上课 就已经很多的功课 教学 是用电脑 用互联网做的 一间学校里面 如果有少数的学生 是说不可以在家 可以负担到上网的话 其实整间学校的先生 都不知道怎么教的 有些先生 有些同学 教不了功课 那又怎样呢 他发觉原来一些清贫的学生 他们真是惨得 要走到那些地铁站 给2元进去 然后用它15分钟 没有人又用久一点 或者去排队 去图书馆那里用 那些这样的父母 就要有些 站在那帮子女排队等等 所以其实这个诉求 一早已经有很多 业界的人士 包括社福界 还有少数业界的人士 就是说实际上 IT界的人士 不是很多人关注 其实我记得 在2009年的时候 我自己也去过 立法会有一个小组 就是其实 就是关于灭贫的小组 其实那时候 是冯检基他做主席的 我唯一一个IT界的人 整班都是社福界的人 就是要求政府 在书保津贴 或者在这个 纵援里面 加入一笔款项 给有需要的学生 去上网 就没有想着 政府后来 搞一个计划出来 就说 找一个非政府组织 或者一个社会企业 就是来去做统筹 结果就是搞出 现在这个 所谓网上学习支援计划 好 简单来说 最初有个诉求 就是 上网政府有资助 对 上网有资助 第二论 他复杂很多 但如果做出来 是有好处的 为什么呢 他不只是给你上网 他搞定了一部电脑 你现在看到 两间机构推出来的计划 是可以用一个较低的款项 因为他拿到所谓的 所谓的理计划 拿到经济效益 他就可以 甚至乎提供一个便宜价 来可以令他三年 供一部电脑回去用 他是有他的好处 但是 最初 回到那件事 接着我们很开心 2009年当时 听见特首先在施政报告上说 之后那一年的财政预算案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 说他会领导一个小组 这个小组 包括几个局的人员 由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 即是OG CIO 即是葛徽这个部门 去处理 做统筹的主席 他带头 财政司司长责成成立这个小组 去处理 找一间社会企业 非牟利组织 来做这个项目 刚才也说过 有财政预算案 说了 政府有一个小组 小组之后 找了一些人去做投标 对 他订了一个所谓RFP 即是要求建议 要求建议 各个不同的社福界也好 一些社会企业 但RFP要求建议 不是一个投标程序 你可以说不是一个投标程序 但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相等于一个投标 因为唯一的分别就是 他不像政府一般的采购项目 就说我要买多少部机 多少钱 但其实已经和政府很多其他类似招标的过程 其实都有很严格的规定 说明了我想要什么 要求那些机构做到什么 然后你回应我的RFP 根据公众的报纸买 希望你也有参加立法会旁听会议等等 根据公众有的资料 其实政府也有一个 通常叫投标委员会 去审查 而投标委员会的主席 是否这个RFP先生 没错 投标这个审核的委员会 其实是三个部门组成的 我们事后尤其是近期 已经是公开资料 有三个政府部门组成 包括葛辉的资讯科技总监办事署 OGCIO 和教育署 和电讯管理局 三个部门 而三个部门之中 谁做主席 在这个会议中 就是葛辉的OGCIO 基本上整个程序就是 根据各个 譬如商业上的营运程序 他们可不可以有机会 真是可以有方法 落到区去帮学生等等 几个方面来评分 然后这三个局 三个局共一柱 作评分 加起上来总分 看看谁赢了 刚才你说有五个人投票 有五个机构投票 结果是选两个 为什么选两个不是选一个 其实实际上 应该是 有两个机构 一个是社联 一个是数码共用基金会 为什么是两个机构入围 一定不是一个 还是 好像是高分的又选不到 低分的又中了 可不可以说说 其实我们现在公开出来的资料 大家都会看到 就是最高分的得分的机构 结果就是社联 那个为首的 其实不是为首 是自己做的 社联成立了一个机构 一间公司 去做这个工作 另外一个平了分 而又是排第二 但没有那么高分的机构 就是这个 叫做数码共用基金 那个机构 E Inclusion 他们现在说 有两个组织 一个就是我们IT界的 互联网主义协会 和社福界的 小动群益会 两个合办的 其实这里可不可以澄清一下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但是 其实那个数码共用基金 是一间公司 那间公司 是不是iPro A 擁有 还是部分成员 参与这间公司 但是它是否有 直属的关系 还是怎样 还有 它有所谓的小动群益会 有参与 那间的组成是怎样 其实这个我觉得 不论是报道 还是政府在立法会里面的言论 都是很混淆的 有些人说到 这个数码共用基金会 就好像一个民建联组织 有些人就说到 它好像是一个iPro A的组织 其实我觉得两个都不是的 的确它们不是从属于 或者在股权上 是不从属于这两个机构的 你说它是属于 政府那时在立法会的言论 其实我觉得也有 说错或者誤道的 就是说 Einclusion 就是iPro A 和小动群益会 合办的机构 其实也不是的 不过这么巧 是他们的董事之中 董事局之中 有部分的人是来自一个机构 有部分的人是来自另外的两个机构 有些是来自其他人士 就不是那两个机构 有任何组织上 或者股权上的关于 唯一就是 反过来 这个机构Einclusion 成立了之后 工作就是配给这两个机构去做 工作 在他们的管理上 和我们现在看到 比如财政运作 那些方面 就交给iPro A 在他们的 似乎在他们的 乐区等 那些社福 那方面的 关系方面的工作 交给小动群益会去做 反过来 如果我们外人去看 就说 是他们的董事 有份成立一个机构 然后这个机构 判那些工作 给那两个机构去做 就不是说 Einclusion 就是属于那两个机构去合办 相对来说 社联是否一个全资 拥有直属的公司 他们是 那就是 社联可以这样说 他把自己的机构的声誉 或者压到这间公司 可以这样说 你可以这样说 你也看到 现在政府这个计划出来之后 基本上政府都是当他们是捨乱 整件事之中 譬如说政府有没有要求 他们另外去做一个 现在说每个机构 给一亿多亿 基本上政府是直接 是给他们去做 就不会另外去要求他们 有什么财政的担保等等 好 说回Einclusion 数码共同基金 那 根据报导 或者你也可能在立法会 看到的资料 是否社联是高分 政府也是这样说 他们已经说出来 甚至在其中一次 立法会的 资讯科技的事务委员会 也有议员问过教育局 和电税管理局的同事 问他们是否给什么分 在两个机构都同意之下 那些政府的官员都答了 他给了什么分 或者他给社联是高分 比iPro A的 或者我也是这样说 就是数码共同基金 是多多少 而调转 葛辉也有说到 他说他其实是给 这个数码共同基金 会的建议高了0.5分 整体来说 如果我们一般人去看 最高分的就是社联 为什么他不跟回原本的想法 就是给一个机构去赢 而经过后面以来 我们看到整个过程 第一 久前了很久 拖延了很久 都没有将这个计划实施出去 原本他们是决定要求 就是希望将这个计划 公布结果的时间 拖延了最少超过半年 而最初人都想着 你去做投标 就一间RFP也好 你当然是一间去赢取 那个结果 就是给一个去做 结果为什么 政府或者包括葛辉最初 都会说 第一就是 不如你们两个结婚 就是他们提到一个 所谓结婚的方案 结婚的方案就是说 不如社联高分一点 但是不如你们两个机构 可不可以 就合组一个新的机构 然后提供这个服务 结果 据我们现在看到 社联坚持反对 这样做 于是结果这方面谈不够 就说可不可以 两个机构 最后就是说 分开 如现在大家看新闻都看到 将香港九龙新界 分开东西两边 然后社联做西边 数码共用基金做东边 港岛 港岛也是 不过东西 譬如南区 就归了去西边 我想问一问 昨天 你们就 有一班IT界 就说想街上去撤查 其实立法会 都开了几次会 是不是也很多文件 已经交了给立法会 是不是立法会 已经开了几次会 那些东西 是否已经说完 为何还要去撤查 有些什么是未公布的 其实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背景 但大家再问清楚 那件事 第一个问题 始终到现在政府都解答不了 就是说 为何一个高分的方案 他不直接给了他 而要搞这么多大龙峰 这个老老实实 都其次了 最大的问题就是 大家不要忘记 新闻也看到 我们发现很多位官员 甚至去到财政司司长 都是用不同的方法 直接打电话 甚至有部分 可能是文字上的 或者有些就说明 我们不要发电话了 我们就只是用口头说就算了 不要白纸黑字 这样的消息是向 葛徽说 也不只是葛徽说 因为很多在第二次的 立法会的事务委员会 其实官员出来是承认了 就是说 他们当然不是干预 我们外面看 就觉得好像是干预 就是说 这个机构 那时候官员干预 就不是用数码共用基金会 的名字 他就直接说IPO-A 他就说 IPO-A很有能力 他们又很懂得营商 为何不交给他们做 或者他们都应该看看他们 即是预审未投标 已经是上给他做的 老实实 这个世界就是 这些是瓜田里下 如果我是哪间公司的老板 我公开做投标的话 那就是公开投标 如果我打电话给下属 那里说 你看着哪间公司 他们好像挺聪明的 那你说下属怎么做 他会不会跟着你 就影响了他的比分 或者现在影响不到比分的情形下 再去被人怀疑 会不会有曾经使过横手 来令到改变结果呢 那这件事会不会构成 香港一例以来 都要讲求公平 作为资讯科技界 政府一年都 我想是 在说数以亿计的工程 数以亿计的工程 是跟IT有关的 会不会令到IT业界 都是觉得 原来程序公平的问题出现了 其实是否将来 他们做投标的时候 都要搞关系 多于要搞公平竞争 你行不行 你有没有深入投诉 或者有没有业界 和你反映什么方面的忧虑 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 我自己和业界接触 包括很多业界的朋友 包括一些大公司 他们都做开政府生意 他们都有表达过不满 所以当然是私下 当然不会公开地说 有时实际上是说 在商言商 他怕打烂饭碗 他不会公开地说 所以有时记者问你 有没有哪个商会 还是哪间公司 已经出来表达他们不满 当然不敢 但就是靠我们出来说 实际上也不需要怎么说 你去互联网上 讨论区 Facebook 你见到很多 其实也不只是 你以为80后在吵 不是的 很多是很资深的 IT界的人 在上面 你都会看到 表达一些意见 就是说 觉得是不公平的 这是一个担心 但除了你说 这个担心之外 其实我看整件事 你会见到 政府和建制派的 议员的处理 其实是非常之不妥的 政府整个策略 就是要抹黑葛辉 我不是说葛辉是正适的 整件事 你看到 他的处理 可能是有问题的 但这个世界就是说 我找个污点证人出来 也好 只要他说的话 在他说这批说话的时候 是诚实可信的话 法官便会相信他 然后他做错过事 不是代表他说的 一定是真 现在说的不是真 还有他做过错的事 人家会觉得他是不对的 不代表政府没有做错过事 不代表政府是对的 这完全是转移视线的一个手法 现在 结果 由政府这个转移视线的手法 再加上建制派的议员 这件事很明显 直接是 是关乎民建联的 最主要有这样的指控 但是呢 现在民建联的同事的议员 他们就不是会说 我备职 我不投票 你们决定来不来 去做这个权力不得权法 他第一个跳出来 就是说 你说大话的 你都不可信的 你在抹黑我 不准你查 那他够票多 那什么都不用管 现在我们看到三番四次 在立法会里面 在香港政府 议会里面的处理方法就是 政府数购票 大石砸死蟹 这样就可以了 不论是葛飞事件也好 其他的事也好 现在立法会的 提报机制也好 完全政府就是这样做事的方法 我又问一下 当然现在IT业界 有些一定是忧虑 但如果要查 或者我先问 我待会回来 休息我先问 要查查什么 但我问一个问题 其实 我知道今年2月3月左右 葛飞应该约完前 不知几个礼拜 宣布离职 是 过了一两个月之后 葛飞就写信到立法会 就说有什么指控要来查 要求立法会给他来说话 就写了十三板子 就给立法会 后来贵秦 ses 没什么基础 葛飞是把那三板子给做个小章 在我了解是什么 以任何人发假洗 刑事罪行 这就不止是把名誉 把自己隨時坐牢的放在桌上 我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我時候會覺得這樣也行 葛輝好像跟他們玩拉切手 跟別人鬥大倒的手 不過不是掉了然後斬的手 他斬了自己的手 可以放在桌面上 問你跟不跟 現在是這樣 差不多 我現在問你 實際上 我不知道 根據公開資料 你感覺到葛輝被被解僱 葛輝不滿就咬回政府一口 還是真正正的事情是羅生門 現在是你講一面 我講一面 你怎麼看呢 我自己不是葛輝肚子裡的那條蟲 我都說他離職之後 尤其是他在這件事上沒有跟他討論過 也沒有在這件事上他爆出來之後 有什麼交談 有人說你是莫莫莫莫手 這個待會再講 很有趣 現在不知我 他也說是你 但葛輝不是去討論那條蟲 我只是看外面的事 我覺得他離職這件事 和他和上司的關係是怎樣 他和老闆可能真的有些問題 這個我很難去做決定 但葛輝的版本就是他離職之後 你看了十三版字嗎 是的 他離職之後 他看到立法會在四月的時候 有一份文件開始提到他為什麼要離職 而他是對政府的說法解釋不滿 覺得要保障他的明星 所以他就出來 我只可以根據他的說法 就聽他這麼說 其他的事情我猜不到 好 或者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回來再講一下 如果要查 查了什麼 為什麼還要查呢 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八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各位聽眾 各位觀眾 歡迎再來我們下半節的 《射爆香港》 我是節目主持 善重街 今天我們請到Charles Mock 莫乃江先生 他是IT業界 上半節我們已經說了 差不多半小時關於葛輝事件 葛輝突然之間這幾個禮拜很出名 之前大家都不知道誰是葛輝 不過不要緊 現在說了什麼公平投票的問題 我了解到政府說交了一千多頁文件 給立法會資訊科技的檔檔 都說完了 還有什麼要查呢 你就是說到好像現在葛輝好像很出名 其實我剛才想截斷你說的 就是說政府就是想我們現在忘記了他 這幾天都已經開始冷卻了很多 你提到政府給了一千多 其實不止一千多 給了兩批一千多 即加排最少二千多頁的文件 很多的 其實這些文件是否已經公開了 沒有公開到給公眾 只是給立法會議員 所以其實我和你是沒得看的 而且在這些文件裡面 聽說也根據有時報紙 不知道如何取得了報道 很多部分是畫了黑色的 黑色的 我不知道黑色的是因為什麼原因 因為我看不到 這樣不算公開資料 還有那些資料是在立法會 事務委員會開第二次會議之前的 日多兩天才分兩批 是給那些議員的 那些議員真的是神仙嗎 他和他的助理 就是看東西看得這麼快 看完之後立即問問題 問完所有問題 還有 那個事務委員會 兩個禮拜前 是只有兩個小時都不夠的時間 給議員去問問 每個議員 連兩次的追問都做不到 所以很多問題還未回答 只不過又是那句 建制派夠票的 到最後 民主派的議員當然是象徵式 不斷動議 說要權力特權法去立法會跟進這件事 一定不夠票的 那就扮低了 之後內會上個星期 又再有一個動議 就說要用權力特權法 又是跟回議員的數目的比例 又是建制派 又是扮低了這個建議 到7月13日 議員我理解 又會再提一個議案上去 就是一個動議上去 要求再在大會上要求 要用權力特權法 這個我也知道 但這件事 我覺得三、四次這樣做 明知不可以去做 目的就是要證明 為何 現在大家都要看到 其實這件事 有人利用自己 我夠票 你不准查我 即財政司長是主謀 幫兇就是建制派 你為何想做這個指控 我就覺得 你查完就知道 可能是財政司長做幫兇 是建制派 是某些政黨是主謀 我怎知道 你不查就不知道 你不要這樣說 好 如果你要查 有甚麼要查 疑點還在哪裏 如果真的要查立法會員的同事 應該要關注哪幾點 有哪幾點是需要向公眾 或公眾是值得去關注 我想第一點 就是 大家都見到 葛輝的公辭 如果你看報紙 初時也有說 接著沒有人答得到 大家可能就放下了 還有兩個人的身份 是未暴露出來的 一個是葛輝提到 財政司司長 更加高 BeyondFS的一個人 究竟這個人是誰 外面有很多選擇 你當然猜 有哪個人在香港政府裏面 比他高 兩個 甚至乎不是香港政府的人 會不會是中央政府 還是中央政府在香港的人 那不是中環就是西環 大家就這樣猜 但這是未解決的 第二個就是 葛輝也提到 有一個政府以外的人 就是向他提及 這個人的意思是 這個人是知情的人 他認為不是亂說的人 就是向他提及 民建聯會利用這個項目 如果他能夠取得 就是會入屋敲門 葛輝也表示 他不會在現在 將這個人的身份爆出來 除非去到權力及特權法 立法會當自己是一個法庭 有權力去傳召證人的話 才傳召這個人出來說 老實實 葛輝可能想到 如果這個時間 你去爆出來 他一定會否認 你當然要去法庭傳召出來 他才有可能說到真話 所以就需要權力及特權法 但說兩講 現在就是建制派的議員 救人 救票 他就說 你都不可信 別人不跟你續約 所以你就在亂說話 所以不用理你 你都說謊 不用查了 那就算了 還有那些人現在就說 這個 政府以外的 知情的人 是我 有人就說是你 我都懵惰惰惰 我們倆都知道 這麼多民意聯的事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發達 我問你 你好像很無奈 政經濟派的派交票 有什麼可以做 即是真的上街了 現在香港有很多事情 就是如果我們不發聲 我們不走出來的話 別人就當你是沉默的多數 你看見林潔、林瑞麟 最近在立法會 剃補機制的事情上 曾蔭權也是 三番四次 就是他聽到很多市民的聲音 因為他們反對五區公投 所以現在就要搞剃補機制 兩件事根本就是兩件事 然後他就因為一件事他不喜歡 然後他就要用這一個手法 把我們其他權利都剃補 其中說到最關鍵的一點就是 他說有一個沉默的大多數 就是那班人說 你上次不出來投票 或者我聽到你們很不滿 然後他就不用用任何科學方法 去數一下有多少人了 似乎政府現在唯一 我們看他以前 將一些不合理的政策收回 唯一的科學方法 我們可以控制得到 而政府會有可能去聽的 就是上街的 有多少人會星期五上街 我說求神拜佛 希望就不要到時 明天 我就希望求神拜佛 明天就不要下大雨 或者天氣太差 早上有下午 下午就沒有 有些陽光不要太大也好 有些陽光不太大也好 有些陽光不太大也好 無論如何 希望多些朋友真的知道 我們靠立法會 你又人數又不夠多 你那個本來如果全面普選的話 可能就夠多 你現在水之旗 去潮調查 明天遊行上街 你如果加入我們 在哪裏集合 2時半在維園的噴水池 即是對著酒店那邊 唐街那邊 唐街那邊 大概2時半 我們未必會有之旗 但我們會在那裏先集合 還有我們有幾塊 我們小小塊的飄月板 我們比較低調 總之 我想我們的目的 不是幾多百人 幾多十人 拉著Banner去遊行 其實我發現IT界的朋友 本身是很低調 但他們獨立行使得來 其實一起是有參與的 我每一次都是在遊行之後 就發覺 你又去嗎 你又去嗎 或者在遊行那裏 撞到 但是幾萬人 或幾十萬人 你未必會見到 但是 很多我們發覺 其實自發性是會去的 但無論如何 如果可以的話 就明天2時半 去噴水池那裏集合 立法會也有一個功能組別 叫做資訊科技界 聽說 不是聽說 你也做過 我做過很久 上一屆我沒有選 查理斯莫里有選 設明票數輸給譚偉豪先生 在整件事裏 我可能看報紙也不是很密 我又不太看到譚偉豪做過什麼 有什麼訊息出來 你可不可以和我們簡述一下 譚偉豪在這件事上 他的確是沒有議員的身份 去表達過什麼意見 究竟他認為這個評審是否公平 他認為是否沒有問題 他認為是否有問題 他認為財政司司長 或者政府官員是否有干預 甚至乎他認為應不應該 用權力及特權法 繼續去追查 他是沒有表態度 唯一就是在第二次 立法會的事務委員會 第二次的特別會議中 他終於出聲了 他出聲的原因是 他說 我是因為兩邊參與的機構 他都有利益參與的 他在數碼共融基金會 因為他是IPROA的幹事 另外他沒有說出來 其實不止這樣 除了這樣 當然他也說他是社聯 那邊的委員會的委員 所以他兩邊都有利益衝突 所以他什麼都不說 但他只問了一條問題 我懶得再重複那條問題 那條問題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但其實他有些事情沒有說 他沒有說的就是 其實這也是報紙出來的公開資料 他公司權置中國總經理 就是叫做鄭振華 Gary Chang Gary Chang 就是這個數碼共融基金會 行政總裁的CEO 他是個人身份的 可以的 另外一個就是 其實也有很多報道提到 其實他公司裏面的其他員工 或是全員工 都是在這個 數碼共融基金會 執行委員會裏面 是有這個角色的 好了 其實 他公司職員有角色 其實這樣 只是個人身份 他不知是個人身份 還是公司身份 我相信 你這樣說的 可以是個人身份 但這個叫做瓜田李下 如果我是他的 我就會把這些所有的資料 清清白白地說出來 我覺得應該是 好了 若果他已經是 業界很多的朋友 現在覺得 這個這麼重大 對於我們IT界的 形象很大程度來說 不論你認為 郭輝是對還是不對 他有沒有做錯事等等 整件事看下來 令人覺得 對業界的聲譽 或者形象是有很大影響的 但仍然 他沒有就這件事 出來說過任何事 說過任何意見 其實我覺得最應該的 就是他應該要支持 這個權力格特權法的調查 為甚麼呢 我相信如果他沒有任何問題 他又不知道這件事發生甚麼 他要洗清他的罪 不要說罪名 洗清他的嫌疑的話 其實最好就是查 他有甚麼嫌疑 我不是說一定是有嫌疑 但有人可能會懷疑 你也有關係的存在 你公司的要員 原來也有參與 最好解釋一下 或者不是問鄭先生 是問鄭先生 問鄭先生 你參與的事 其實鄭先生有沒有跟他 交代過你在基金會內的工作等等 我覺得這些都是很合理的問題 但既然是這樣 為甚麼他不會去支持 這個權力格特權法 為甚麼他沒有任何態度 他是不是已經投票支持反對過 沒有 他是棄權 當時和之後 在這件事的投票裏面 最少有兩位議員 就說因為他們是利益衝突 就不投票的 這兩個就是譚偉豪和葉劉淑儀 葉劉淑儀就是郭輝 就是他的政黨 新民黨的一個顧問 但我覺得 你不是說有利益衝突 不支持立法會反對 沒錯 你不只是說abstain 就是代表沒有立場 abstain 其實就是等於反對 所以其實是一個合理的 我們看議會的運作 就是當那個是反對票 但是現在這樣做的話 其實你這樣就當是一個擋箭牌 我覺得是非常不合理 所以我們現在發起了 在業界裏面 希望每人 當然不只是這件事 最主要的話 我們亦都看到 譚先生在 因為現在是七一 我們都將另一件事 要拿出來說 剛才都提過幾次了 就是立法會 替補機制的問題 同樣地 譚偉豪 我們完全 業界沒有聽過 他對於這件事 有任何的表態 有任何的諮詢 有任何在他發出來的電郵裏面 說現在討論這件事 好像突然之間 政府這麼快要急速地 拿上來立法 我要急速地 拿你們業界的意見 沒有的 他唯一做的就是 我只是在報紙上見到 他說過一次 就是他未決定怎樣投票 你未決定怎樣投票 最後決定投票 是屬於政治走位的做法 到時會否就是 反正大家都反對 我也反對 現在看來聽說 有些建制派的 功能組別議員等等 都可能未表態 會否就是 原來這麼多人都這樣 我又跟去那邊 沒有死 是否這樣 還是真是去諮詢我們業界 問清楚我們怎樣看 完全是沒有做過的 其實都不只是這一宗 其實以前都沒有 但今次我覺得 事關重大 我們一定要 每個IT界的朋友 如果你覺得 我們代表我們的議員 是需要就著這件事 是向我們諮詢的 我們今天有些朋友 已經開始在Facebook那裡 開了一個新的項目 去宣傳 希望在現在 至到7月13日之前 我們每個人 一個電郵 一個電郵 一個電話 一個fax 用甚麼方法都好 甚至如果你有手機號碼 你自己認識他 你自己可以發手機 短訊給他也好 叫他一定要和我們 不單止諮詢我們 用一個合理 和公開的方法 去諮詢業界的人 以及 甚至乎 要和我們去見面 親自去聽我們的意見 我們已經作出這個呼籲 我們看看他會有甚麼反應 你在IT業界服務了這麼多年 其實 資訊科技的發展 亦對香港非常重要 要維護一個公平投標的程序 是否一個議員應該要做的工作 你覺得譚先生在這段時間裏 做成怎樣 我覺得這當然是重要的地方 不論是程序的公正 投標的公正 整個社會的公正 以及公義 在這段時間裏 我想 只是我們看回郭輝這件事件裏 只要我們看到這件事 牽涉到一些 可能是要和政府 有一個不同的意見 或者是要向政府說不的話 我們看到我們的議員 有時會閃閃縮縮 如果從這樣的角度去看 我覺得很簡單的答案 就是做得不夠 業界當然有些聲音 但是作為資訊科技界 我們上街當然是可以做 除了上街之外 搞Facebook等等 有甚麼新計 有沒有 新計 第一 第一 資訊科技界 我們現在面對的很多問題 其實就不是一時一刻 只是就著一件事件 我們就可以解決 其實也不只是透過一些政治的方法 才可以解決 有很多是我們業界要團結 長時間才可以處理到 但是的確 既然我們現在 在我們面前 是有一個立法會 資訊科技的功能組別 即使我們是希望 我們當然 我自己 我相信很多聽著的 看著的朋友 和阿善用街 都是希望 這個功能組別的制度 會取消 但是一天這個制度 在這裏的時候 如果我們不把這個功能組別 和相關的 譬如分組投票 即是在選舉委員會裏面 的選舉 是盡量發揮我們的意見出來的話 其實我想我們是放棄了我們很大的機會 所以 第一 如果你說現在我們7月 今年7月 還有十幾日 如果是IT界的人 我都最後一個呼籲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登記做選民 尤其是你如果已經是 所有現在屬於IT界裏面的屬會 可以投票的屬會的人士 會員 所謂的full members 可以投票的會員 鼓勵你們 一定要在7月16日之前 不要拖到這麼遲 因為政府一會兒臨到最尾 你遲了少少 我趕不及 收到你又遲了一天 不要搞到這樣 盡快要投票 盡快要登記 令到你有機會在今年和明年 甚至以後 希望不會再有很多次 但仍然有功能組別的選舉的時候 一定要發揮你的聲音 投下你的一票 當然 當然 今年我們很幸運 拖遲了兩個月 因為本來是5月16日 現在是7月16日 因為今年是區議會選舉年 但現在只剩下兩個星期左右的時間 希望你如果知道 你身邊有甚麼朋友 已經是相關的IT界會成員 記住叫他們不要放過這個機會 其實這個界別也很特別 我們也做過立法會議 這個界別也透過你說 有20多個專業學會的會員 可以投票 但其實很多個界別都不需要這樣做 香港市民應該有投票權 不需要入會 但現在這個IT界入了會 成為一個投票會員 然後才可以再投票 但入會要付會費 我經常做立法會議時 常常問哪個會議最便宜 好像有些是買票 這個買票令人覺得是買票的情況 其實也是由政府造成的 因為我們這個界別 只是在數字最中立 IT從業員你說有多少 七萬左右 七萬左右 這個我們大家都是根據 這個職業訓練局 他們每年做的這個數據統計 都是六萬九七萬多之間的數字 經濟好的時候就會更多 那麼七萬多個從業員 竟然我們現在的選民有多少 有多少 有五千七百多 就是上次立法會選舉的數字 如果每年都會增加 今年的選舉 會增加到六千多 甚至七千 都不夠 或者僅僅低於 我們總體人數的十分之十 你說這樣 加上 我都不用再重複 有很多報道都說 這個會又很容易中票 那個會又很容易中票 等等的情況 根本可能真的在裏面的 IT界的從業員 根本就百分之十都不夠 因為都有一些 不知道是什麼人 其實是否這個IT界選舉 好像怎樣 大家鬥中票 中得多就贏 不是大家鬥中票 我們那邊有時候 是不太懂的 這些事情 不過怎樣說都好 其實 你剛才提到的問題 的確是很困難的 我們每一次去 希望要求 請求選民 或者未是選民 請求業界的朋友 去登記做選民 他要不就問你 那個最便宜的哪個會 或者有些簡直說 這樣花錢 我都不願意 有些朋友 甚至我很尊重他的原則 他是說 我不支持功能組別 所以我不登記做選民 或者他說 我不認為我應該買一票回來 去做選民 我都尊重他們的意見 但事實就是 如果這個情況繼續延續下去的話 我們一個一個的功能組別 都是去喪失立法會的控制權 於是 你要在立法會那裡救票 去最後取消功能組別 我真的覺得 祝你好運 祝我們大家好運 我們不去 取消 去贏這些界別回來的話 我只可以說 我們真正可以取消功能組別的時間 只會越來越遠 所以要令到社會公平 是要有一個公平的選舉制度 而資訊科技 在功能組別選舉裡面 是一個不公平的制度 更加不公平的 至乎是哪個機構 中得票多就會贏 我又沒有一個很具體的數字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 在那五千多個投票會員裏面 哪一個專業團體是票倉 這個就不知道 是 因為 政府 選舉事務處 他們的數字 也不會告訴我們 是哪一個會 是佔了最多的人數 我們當然也會看到 有哪幾個會 近年冒起得很快 人數多得很多 也不用隱瞞 大家都知道其中一個 近年人數來講 增長得最快的 的確就是 我們一開始講 葛輝事件相關 這個iPro A 不過其實我也覺得 不論iPro A 他們的組織或領導是怎樣 有什麼問題 好像我也見過一些訪問 善重佳 你也說 iPro A 起初開始 成立的時候 其實都很支持你 但是 我相信 其實他們大部分的會員 其實都不是關注 甚至乎不是採取 一些這樣的政治立場 我相信他們都很 希望看到這個業界有好的發展 希望他們自己個人也有好的發展 如果我相信是這樣的 我都希望他們也知道 不要盲目地以為 支持他們自己那幫人 一定是對業界有什麼好處 其實要看看 究竟怎樣才可以令到 我們的業界得到公平 不是靠關係的發展 這個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好 時間差不多了 我想你能夠在最最後 花略1、2、3分鐘的時間 總結一下 為何你們IT業界 或者我們IT業界 還要在昨天冒著風雨 冒著雨 不是風 但沒有風 出來 要求IT界上街 就是撤查葛輝 以及對IT界的從業員 有什麼呼籲 好嗎 我想總結 就是看到葛輝這件事件 對於我們香港的程序公正 以及公開資訊 兩方面是有很大的衝擊 令到我們看到 所有的事情 都好像靠親疏有別 有關係就可以了 這樣的情況 甚至乎 對於一些重大的公眾 和公義的議題 都不用說公正 不用說公義 只要我們在立法會 政府說夠票 就可以了 建制派可以為所欲為 不論是說葛輝這件事件 還是說立法會提報機制 或者其他的問題 如果是這樣 其實我們的將來 我們下一代的將來 真的不知道怎樣 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近期 在很多朋友的心中業界 以及其他社會上的朋友 不論他對政治 以一般來說 的態度是怎樣 左右中 其實大家都覺得 這個已經完全在挑戰 香港的核心價值 我覺得那個怨氣 那個憤怒 已經大家看得很清楚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香港人是很和平的 和平就是被政府 或者建制派這樣欺負的嗎 於是我們唯一可以做到 我們暫時還真是可以做到的方法 就是我們用我們和平的腳步 出來去行 表達我們的訴求 如果政府阻礙我們不讓入圍園 我們都要盡量進去 我們等多久都要進去 希望我們可以用我們的人數 因為很明顯 林遂倫 或者整個政府 都是看我們的人數 好了 希望我們有足夠的人數 去將我們的聲音 不要做沉默的大多數 不要做沉默的一群 我們要將我們的聲音 用我們的腳步 走出來 讓政府看到 我們對他們做的事 是多麼的不滿 好 多謝大家 收睇和收聽我們 《射爆香港》 今天很感謝Charles摩尼 來跟我們解釋 整件惡輝事件的來龍去脈 多謝大家收看